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讲了大概有七个小时 其实也就你七个小时讲讲道学就讲一个ABC了 我们在神院学这个讲道学学了12个学分 这个Mbiff就要说12个学分 所以这个要给学生讲课认真备课 所以我这个上个礼拜就没有怎么来谈面说 你跟大家见面 非常抱歉啊 那我现在看看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来了 我看看有韩国的 这个你们是哪的跟我说一下你们是哪的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很特别啊 今天我们我们请了一个这个我的老朋友林璐姐妹 那她那是一个应该是个老基督徒了 大家看到啊 你看到她那么年轻漂亮 其实年纪不小了 不能说啊 不能说姐妹年龄 我们俩认识很多年了 那她现在在使者 在使者协会做童工 她是一个基督教里边很著名的一个画家 那她也是一个文学家 那她呢这个 她也参与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很重要的一段的 形成的建造 那跟秋雨之福有很深的渊源 那她最近出了一本书啊 这本书要介绍给大家叫秋雨卖力 这本书呢 她寄给我的时候 我打开的时候 我以为是她的 因为她里边有很多非常美的画 那我以为是她的画的劲 后来我发现当我读了一半 发现不是 这是写这个秋雨之福教会的建立 还有秋雨的一批的童工 他们刚开始怎么样的能够信主 怎么样的走势下的道路 怎么样到现在面对逼迫的时候 所经历的一切 那也包括林陆个人的生命的成长 这本书非常的好 这个当然林陆是南开大 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了 这个文笔非常好 我是这个拿起来就 就放不下 这书出的也特别美 这个他们这个姐妹们做这书都做得很美 你知道吗 不像我的书瞅着 这个外边不那么漂亮 她都非常漂亮 那我们这样 我们现在我看有多少人进来了 我们有很多朋友进来了 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认识一下林陆姐妹 那这个可能有人认识她 我们欢迎她一下 我们请林陆姐妹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谢谢张牧师给我这个机会 第一次上YouTube 从来没有接受过访问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感谢主 好 谢谢林陆姐妹 那我知道这个 你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其中的友谊 你要写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叫什么红箱子是吧 红皮箱 红皮箱 那么红皮箱呢 应该是你个人的生命中的一些的经历 应该是吧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单独拿出一本书 为什么你要出这本书 这个秋雨卖力呢 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背景 好不好 如果2018年12月9日 不发生这个秋雨的那个教案的话 我不会写这本书的 那我会可能简单的 就是在我的整个的生命成长史里边 点到一下 但是呢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就把我整个的心就给抓住了 我就真是晚上经常做梦 梦见他们 白天也想着他们 所以如果我不写 好像我就这个 这个人就魂不守舍一样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放下了我的红皮箱的写作 就专门 把这本书先完成 所以这本书呢 它的分量很重 是因为它不光是我个人的见证 它也是集体的见证 因为包括是谁带领我信主的 然后就是你就看到一个环节 接着一个环节 最后你就发现实际上是神的手 安排了所有的环节 就非常非常奇妙 其实这本书的写作 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一直不太敢面对这个公开话 然后另外我也觉得我自己在海外 也没有那个资格去说话 我们在这边又没有这种公开话的这种逼迫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来说什么 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受迫害了 就是我们是肢体的关系呢 我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表达我自己的这种爱和关怀 实际上就是这种动机很简单 那我怎么做些什么呢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呢我就有一辆大卡车 我坐在那个大卡车的那个座位上 也够不着方向盘 然后又踩不着那个油门 就说明我自己知道我是很软弱的 我不能做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 因为上帝还是给我恩赐 那我就开始回忆吧 刚刚开始回忆的时候 就会很惊讶 就是才不过16年 秋雨支部团契 从成立2005年4月1号到现在16年 那就这16年我们如果不回忆的话 就已经很模糊了 那我是当时的创建者之一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时候能做的 就是来怀念他们 写他们 这就是这本书 为什么会开始写 那写的话就越写越深 然后就开始采访很多弟兄姐妹 是的 就是初期的弟兄姐妹 现在的秋雨教会他们的这些人 都不一定认识他们了 但是因为我是在开初 所以说我就开始一个一个采访他们 然后就我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我这有一把扇子 这把扇子呢 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好像这个扇子的一个骨 然后呢我就圣灵把我们大家串起来 用爱这样的串联起来了 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扇子一个一个骨给找到了 然后采访他们 请他们来谈 谈完了以后 合成了一本书 所以这是一个每个个体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见证 也是我们这个秋雨之福 这个集体的一个团契的一个见证 同时也中间有我个人的信仰历史的见证 我制作了一个短片 一会儿可以放给大家来看一下 是的非常好 那这本书呢 你写了很多中国文化界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那有很多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读起来也非常亲切 这里边有王仪啊 有王仪的牧师的师母蒋荣 我认识他的时候 王仪还不是基督徒呢 在我家吃饭的时候 那蒋荣呢 这个我在旧金山跟他见的时候 那时候王仪要奉献 要在成都大学辞职 要奉献蒋荣很多的这个忧虑 跟我谈 我给他俩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多小时的辅导 谈那神对他们的护照非常的清楚 但是这条路 实际上道路要付出代价 当年的话 没有想到 真的今天就是 就已经是 就面对这个我们当年的说的话了 但是我相信王仪是想好的 那这里边还写到于婕 这个 这也是我们教会的 于婕来到美国在我们教会 他的太太刘敏 也是在我们教会做了好多年的传道人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我们所熟悉的人 阮云飞 还有 这些都是在中国 还有那谁 廖亦武 都是老朋友了 那么 秋雨之福走过的路 一直到今天他们被逼迫 被政府拆散 王仪牧师被判九年坐牢 我们海外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都非常牵挂 我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 圣诞节的时候 我也写了大概几百张卡 寄给他们国内坐牢的 这些牧者同工弟兄姊妹 有的收到了 有的收不到 有的退回来了 但王仪呢 还没有退回来 说不定是能收到 不管收到 说不到 海外的弟兄姊妹一直挂念他们 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为秋雨之福 这个教会呢 感觉到骄傲 那这是一个 中国家庭教会的城市里边 一群知识分子建立起了一个 按照圣经的原则 在圣经的根基上建造的教会 非常的稳健 那我从你这本书说 也看到秋雨之福 最早是一个团契 是你跟他们一起来建造的 能不能 给我们简单简单介绍 这个就是这一粒麦子 因为耶稣说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 就是一粒 若是落在地上死了 就接受许多的子粒来 这个画 这个画就是一粒麦子 你画这幅画 这幅画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画 我当然知道 你不会送给我了 那你能不能简单 跟我们聊聊这个秋雨之福 当时成立的情况 好不好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王仪是名人 我是在2004年 从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 在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 杂志上呢 就有一篇文章说赵燕 赵燕的事情 然后我就读 读了以后呢 我说这个人的文笔何等了得 这个观点也是非常的 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我一看 这个人是成都大学的这个老师 那我也在成都大学教书 所以我说 那我想认识认识他 就这么一篇文章 就想让我想让我认识他 后来呢 有一天我就去拜访这个阮云飞 我说哎你认不认识王仪啊 我想认识他 然后燕云飞说的 过几天就有一个 这个茶座讲座 是余杰来成都来讲 王仪是主持人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他们就打了一个车带着我去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会场上呢 听讲座的时候就认识了一批人 那就是其中有 这个余杰我是在北京的时候 在他们方舟教会聚会的 所以当然余杰我是认识 余杰就帮我引荐了王仪 然后还认识廖义武啊 然后蒋荣啊 包括这个我们在会后 会讲的什么我都忘了 但是会后呢 燕云飞请我们吃火锅 然后女生一个锅 男生一个锅 所以女生呢我就和这个蒋荣 还有这个黄维才姐妹 我们还有这个余杰的太太刘敏 我们四个人一个锅 所以当然这四个人一个锅 就要开始聊天 然后林离开的时候 余杰的太太刘敏就跟我讲 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是在慕道 现在请你跟进哦 跟我下了个命令 我就很认真 因为这个刘敏一说 我就接过来了 那就是交给我了 然后我就准备跟进 然后有一天在成都大学的 那个大门口 我们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 就看见王怡站在那儿 也等公共汽车 我们都是同事下车的 然后下班 然后他就说 我就说 哎呀 我这里有一本书 这就是我以前写的 这本书还真是起到了观念的作用 就叫母爱星空雨 是我在北京这个出版的一本书 写的都是基督徒母亲们的见证 然后我说 这本书能不能帮我给你的太太蒋荣 其实我心里想的话 那你怎么跟别人连接呢 你给她一本书 她就要看 看完她就会找你啊 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就在那个公共汽车上 我还记得叫97路 我们俩就站着 然后就这样的聊天 这本书就交给了蒋荣 蒋荣读了以后 他就觉得 真的吗 因此人在苦难当中 会那么快乐吗 会喜乐吗 他就不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倾向于佛教的 他在成都的一个 川剧的一个演出公司 这个做这个英文的报幕员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倾向佛教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的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呀 我就请他来家里 我们就喝茶 就这样开始聊天 就这种聊天就 第二连山就一直就发生了 所以就这样的联系上的 那这段 我看到这段的描写啊 你跟蒋荣的接触 我跟蒋荣接触 就接触过一次 我们蒋荣这个 是非常非常的娴熟的一个女孩子 话也不多 但是挑这么大一个教会 秋雨之福这样一个教会 然后呢 不仅他们这个秋雨之福 不仅是他们本教会 他也代表中国家庭教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教会 他蛋子对他来说 我现在能想到 其实还蛮心疼他的 这个肩膀的 柔弱的肩膀 顶这么大一个蛋子 现在丈夫九年的监狱里边 他外面带着孩子 还有自己的公婆 很多的难处 我前几天听说他 想去探访王仪 也不让看了 因为中国政府要求 他出示结婚证 那么他呢 结婚证被抄家抄没了 他也 因为这个 他就不让他进 这个非常不讲理的 我们听了非常难过 我们也为他带导 看到你跟蒋荣的交往 带蒋荣信主 我们也非常为你感恩 为他感恩 感谢神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 先再把这本书 介绍一下 我们听着你有个短片做了 能不能给我们放一下 现在有一百多位朋友进来了 让他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我们再谈这本书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请技术的知识的同工 帮我们放下这本书 这个 他的有个短片的介绍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了解这本书 我们看到了 因着上帝的拣选 他们突然成了一台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 这个王爷和蒋荣 供给人们指点和平说 作家灵路将这台戏 从起初到现在 用朴素的笔调 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秋雨卖力 一本回忆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在成长中被逼迫 被试验的书 秋雨卖力 一本讲述 一群被称为 中国的灵魂的基督徒 在上帝的恩典带领下 生命如何被压碎 仗出新生命的书 作者林牧 作为这台戏的直接见证人 作为戏中的主人公 王毅牧师和妻子蒋荣师母 在信仰上的带领人 首次将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在推动中国家庭教会 公开化的道路上 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外脚内困 一一向世界真实呈现 如今 这台戏还在上演中 王毅牧师被囚禁在监狱中 秋雨之福教会被取缔 他们的角色 进入到另一个场景 邀请您或观看这部戏 或加入这台戏 秋雨卖力 一本见证中国家庭教会历史的书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很好的一个短片 那如果不看这个短片 我观拿起这本书了 那我还没有想到说 它是记录着秋雨之福走过的路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 应该是林露的画作和他的文字的一个结合的一本艺术的书 但我看了时候我就发现不对了 所以这个短片很好 大家认识 那但是这里边也收入了林露一百多幅画作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这本书非常有收藏价值 那么这个我刚才看到这个 我看你的书 我看你写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归主的过程 和他们交往的情况 这里边有 当然有的还没有受洗 像廖玉武还没有受洗 这个都是我也经常为他们祷告的这些朋友 也是中国文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廖玉武现在在欧洲了不得 这个在德国在欧洲影响相当之大 如果下一个诺贝尔奖 中国的作家获诺贝尔奖可能就是廖玉武了 那么廖玉武没有读过大学 是没有读过大学吧 好像 但是他这个在中国的生活中最底层起了一个作家 这里边记载到廖玉武 也记载着阮云飞 这也是在中国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边有几个人 一个是王仪 一个于杰 这是73年出生的 中国文学界 文化界比较有影响力 两个人可能都被评为中国南方周末50位 最有影响力的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两个人都是 那这两个人也同时受到美国总统不实的接见 那个时候中国基督教还有一个展短的一个空间的时候 那这两位还有李伯光 李百光 北大的 这两位有两位是北大的 两个是四川的 但是这好像他们都是四川人 这个他们这个三个来到美国的时候 在见总统的时候到我家吃过晚饭 那时候王仪还没信住 李百光已经现在为主殉道 已经走了 那王仪坐牢了 于杰逃亡了 从这三个人看 就能看到中国近代 尤其现代的基督教的发展的历史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付代价 你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呢 就像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架跟随我 来到主的面前人很多 现在这个成功神学大兴其道 中国最喜欢听的都是成功神学的道 我不是说哪个牧师了 有新加坡的 有美国的 那但是中国还有一大批基督徒 是别人看不到的 他们走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王仪 李百光 于杰 还有这个阮云飞 一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 选 他们选择了 上帝对他们的拣选 他们听闻了呼召 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还有 现在叫什么 岁月静好的代价 对他们来说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或者是世界不能容忍的人 一批人 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走一条路 我想让林路前面跟我们分析 分享一下 尤其王仪 大学教授 中国最有想力的50位知识分子之一 受过美国总统的接见 他完全可以在大学继续做教授 他为什么选择做一个牧师 他做牧师 他要批评这个中国的宗教政策 他甚至公开的批评习近平 他说习近平你要悔改 你若不悔改 你必定灭亡 那这个当他 我看到讲台的讲述这话 我知道这个他要收拾他了 这个这个 当然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我觉得作为王仪的老朋友 作为王仪师母的新主的一个领路人 这个领路姐妹 我觉得可能这方面他可以有更深的一个看见和分析 这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基督教 城市的家庭教育所面对的难处 和要走过的路 甚至未来还要面对的难处 蒋荣呢 在和我多次的这个聊天之后 他每一次聊天 他都会流眼泪 我当时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会流眼泪 但是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 其实后来我了解到背景是 那个时候王仪随时都在受着这个 一些骚扰 或者是威胁 比如说也许在哪一天 在路上就被撞死了 或者是蒋荣会收到一些信 说的这个王仪在外边怎么样乱搞啊 就是这种 就是让这个蒋荣非常的 就是知道那是不好 就是影响他 就很忧虑 就对那个王仪非常忧虑的状态 所以他心事重重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么就是当我们把福音分享了以后呢 他就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平安 因为生命有了方向 然后王仪看到了蒋荣的变化 所以这个蒋荣是先信主的 那我们开始聚会是四月份 蒋荣受洗是在八月份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蒋荣有了一个转变以后 王仪有一天就说 你们不要再去公园了 因为我们每次都去公园里喝茶来谈福音 他就来我们家里吧 所以结果是王仪把他的这一批朋友约到了家里边 那我呢就是唯一的一个信主的 所以大家都坐在这都是王仪邀请来的 我都不认识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分享 大概神就用了我的简单吧 因为我很简单 我不是像他们理性很这个发达的 但是呢就是他们可以从我的生命里边 看出来我是真信的人 然后我们就开始聚会 每一次聚会呢 我就带了一盘这个带子 光碟就是赞美诗 就叫让爱走动 所以里边呢就有一首歌叫秋雨之符 我们就每次在聚会之前 我们就开始听这个带子 然后就跟着唱 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作家律师 然后诗人还有都是这一批人 教授 但是他们就很喜欢赞美诗 而且那些赞美诗都是圣经诗篇里边的这些诗句 所以他们就被这个圣经的诗篇的美抓住了 所以我们就唱 我们一唱就唱一个小时 然后再开始分享 所以我觉得是神的话 神的话的魅力和吸引力把他们就抓住了 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是王怡去约他的这一批朋友 然后我来就跟他们分享 我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人 然后等到八月份蒋荣信主了 然后那一天我记得这个王怡到处去跑的找水 找水就是什么样的水源比较适合我们跑到青城后山去了 然后我那天还专门戴了几件这个大的T恤衫 就想哎呀 万一王怡他改变主意也想受洗呢 我是戴着这种期待 所以在蒋荣临受洗之前 我就问王怡 我说我这有大的T恤衫哦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不要担心没有换洗衣服 王怡那个时候没有准备好 所以王怡他是很严肃很认真的追求 他每次在聚会的 学法律的人比较严谨 对呀他从来都发言的 不像别的人还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就是听 他非常认真的听 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每次都很多人 所以我真正的没有怎么跟这个王怡多多的交往 因为我不是他的这个一个层次的 我太低了 我没有那个法学呀 什么宪政学呀 这些我一听这些词 我就我就怕了 所以说我就跟蒋荣多联系 就是这样 感谢主 那这个秋雨之福呢 王怡刚开始是长老 后来有安利牧师 然后又担起了这样一个教会的主人牧师的责任 带领着秋雨之福 他们真的是在成都为主做了特别美的见证 很多人信主 尤其很多中国知识不能信主 上次阳云飞来到美国 我接待他 谈起他们教会 他那时候还没受洗呢 但是我早晚受洗 就这一批人 你看廖一五更是 廖一五是桀骜不驯的一个人 那个人 你想跟他谈信仰 那他可能 这个不会跟你认真谈的 尤其对有些的这个牧师 他也不见得就那么尊重 但是他对王怡非常尊重 最近王怡坐牢 在海外呼吁最多的还是廖一五 廖一五在他脸书上几乎经常贴他 我这个我说 我给他留言 我说你离上帝的国越来越近了 这个感谢主 那我记得廖一五有次出来到我们教会来看我 我们教会 我们有一个研讨会他过来了 穿一个和尚的衣服 然后呢坐在 那叫麻布 很有范儿的 很有风格 那我就不懂了 我离开中国 我也去了你们的教会 那次研讨会 而且 然后最有意思 他看我的书 我送一本我的书 他在看 坐在门口看 然后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说 哎呀牧师有和尚来找你来了 但是呢 我看到廖一五因为接触一些基督徒 所以我们传福音呢 主要是不是靠我们的口才 是靠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那不管阮云飞 还是廖一五 他们看到中国的王仪 还有云南的一大批的 我廖一五如写一本书 叫上帝是红色的 那些殉道者 看到基督徒的 他们的真实的生命 他们那个影响力 所以他们对基督徒 有基督教 有个非常非常的尊重 尤其对王仪牧师 那廖一五对王仪牧师 写了那么多 我看着我都特别的感动 那这个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 刚开始还是蛮顺利的 他们发展特别快 很快买了楼 做了图书馆 又做了学校 又做了神学院 那这个 然后我也看过他们的 这个教会的章程 是非常的在文字上 做了很多贡献 因为中国的教会 很多中国教会没有文字的 你看看你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 弟兄姊妹 你们教会有没有掰老 有没有文字 有没有很多的发展的历史 记录下来 没有 这个是很大的缺陷 这个中国的教会 出在一个特别的 关键的一个转利点 一个特别的时候 那在一个国际社 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这个教会这个记录 需要我们自己去记 我像我们风仲华教会 我们都有我们的记录 这个我们十几年的讲道 都在讲台上 都可以公开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掰老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掰老 不断的修改 根据教会的成长 王毅做了很多 因为他是法学家 他这个 还有温小丽 也是法学家 原来温小丽我也认识 那你们教会 我还真认识不少人 那这个温教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为什么这个教会 突然间遭受这样的打压 是预料之中呢 还是可以避免呢 你从你的 跟他们的这个交往来看 可不可以避免呢 你觉得 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边带茶经的时候 蒋荣和王毅就很严肃的跟我讲 他说你要知道我们两个准备去两个家庭教会 但是都被拒绝了 因为我们都是被监控的 随时被跟踪的人 所以呢 家庭教会不敢接纳我们 所以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要不要这个来我们家里边带这个茶经 我呢 是很简单 我说主啊 有人在追求你 那就是 我就是主的使女 所以说没有二话的 我就 我就去了 所以是这样开始 那么在我们 一开始聚会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会有这个跟踪啊 这些都是尝试 从一开始就是 那我们经常喜欢去这个 有些这个公园啊 我们像那边有礼节人故居啊 幸福梅林啊 所以我们经常就不断地换地方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后来租了别人的地方 但是租了一段时间 就会被有压力给那个房东说的 你必须这个换地方 必须搬走 所以像这种事情从秋雨一开始 就是尝试 如果不是这种尝试 常被这个赶走的情况之下 也不会去买那个糖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他们懂法律嘛 所以经常的被这样的逼着走 而聚会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 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是也是环境造成的 他们如果我在成都有一个画展 那么这个这些人呢 就是准备在这个画展的地方 也开一个像他们的读书会 马上就会被这个封杀 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这个事情 心里边是有准备的 是和我们根本想的不是说突然来的 是从他们没有新主之前就开始 然后一直持续不断的 然后最大的一次我知道是08年的时候 那个512他们有一个聚会 那来了40多辆 搭车围着他们聚会的地方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美国了 但是我心里边是在牵挂着他们 就觉得哎呀他们的处境应该来讲就是 常常的被这样的情况 所这个干扰着 嗯 是是是 那个那你这本书除了记载着这个教会的成长啊 之外也记载着他们教会后来啊遇到的这个逼迫的一个经历 是吧有吧 啊间接的会有 因为我的角度是关怀他们 陪伴他们 因为他们在患难当中 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们在外边的人 我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里边会有一部分就是 我祷告我说主啊我能做什么呢 然后主说的你可以每天给王仪的父母 妈妈这个打个招呼 就是所以我说那这个很简单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就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找到了王仪母亲的微信 然后就每天就早上跟她说一声早上好 就是这么简单 看来这边有一些坚持着 嗯 所以就是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 是可以让他们知道你在变念着他们 是在关注他们 陪伴着他们 虽然一生早上好 可能有很多人做得比我更多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 我们存在的目的就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在关怀着他们 陪伴着他们 所以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在一种 怎么样的在他们在前线患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分享 好 那这本书呢 我们现在我看有 哎呀 多少地方准备进来了啊 这个在我们的线上 现在有将近200人了 那更有的后来的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介绍 我们再把这本书的介绍放一遍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话题 我们再接着谈 我们请我们的技术通工给放下秋雨 卖力作者林路讲秋雨之福的故事 大家可以这个这个去购买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在使者书房 美国的使者书房 我们会最后介绍大家购买的方式 我们突然成了一台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供给人们指点和评说 作家林路将这台戏从起初到现在 用朴素的笔调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秋雨卖力 一本回忆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在成长中被逼迫给试验的书 秋雨卖力 一本讲述一群被称为中国的灵魂的基督徒 在上帝的恩典带领下 生命如何被压碎 让出新生命的书 作者林路 作为这台戏的直接见证人 作为戏中的主人公王毅牧师和妻子蒋荣师母 在信仰上的带领人 首次将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在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道路上 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外脚内困 一一向世界真实呈现 如今这台戏还在上演中 王毅牧师被囚禁在监狱中 秋雨之福教会被取缔 他们的角色进入到另一个场景 邀请您或观看这部戏 或加入这台戏 秋雨卖力 一本见证中国家庭教会历史的书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技术同工 帮我们放这个 大家看到了这本书 你们可以留言在上面 我们看的留言 一会儿我们可以让林璐姐妹来回答你们的留言 那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 大家各自忙各自都不再关心 秋雨之福的事情 王毅牧师的事情好像也就越来越淡了 除了海外我看到聊的最多的 其实还是廖义武 我觉得廖义武真的是 用普通话来说这哥们儿不错的 一直在海外替王毅呼吁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我们可以多得为我们的弟兄祷告 因为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 那我这本书说实话 我看着我会流泪的 可能每个人读书的 读书的这种 读书进入这书的感动不一样 因为这里很多我都熟悉的人 我现在在美国 这个平安 出入自由 我的弟兄在国内坐牢 没有自由 我们走的都是一条路 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境遇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平安中的人 我们在这个顺境中的人 又想起我们在逆境中的 在压迫中的弟兄和姐妹们 他们 当然我看到王毅的 这个照片 刚才看到结束那个照片 跟蒋荣在照那照片 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 在苦难中的喜乐 很多人说 不能了解基督徒 在苦难中的喜乐 当逼迫来临 在坐牢的时候 那种喜乐是从生命里边出来的 那我读到这个 有一段我读 我是流泪了 就是这个阮云飞 写给王毅的诗 也王毅坐牢 那中国有一个作家 叫阮云飞 那他们是他们教会的会友 是王毅给他受洗的吧 是吧 他在我们教会讲监证上 还没受洗呢 这个我说要不要在美国受洗啊 他说我还是他回给我们 秋雨之福教会受洗 可就看到这弟兄们多么爱他们的教会啊 这个他写这个 这个观看题目你就会流泪 他说 这是2020年王毅生日前 阮云飞写给王毅的诗 那这个 这个经 阮云飞授权 他收入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 你真的是读的时候 可以做一种 欣赏 这个我觉得 林陆在写这本书 也在梳理 他在国内的 那一段的情感 这个情感 完整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他书里 包括对中国的家庭教会和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啊 那么我读一下 我这个 我这个读一下阮云飞的诗很短 就在王毅生的时候啊 他是这么写的 回忆里 给我分享福音时的笑容 这个题目是 知作 兄弟是不够的 他们原来就是好兄弟 他们没清楚之前 就是好朋友 哥们 都是文学界很有影响的 思想界很有影响的人物 那么 后来王毅先信主 因为啊 这个信主以后就向 冉云飞传福 后来又给他的弟兄施洗 后来他坐牢 他的弟兄 写的这首诗 回忆你 给我分享福音时的笑容 想用美好词句 赞扬一下 是乌自觉的 得俗不能紧 我总是叹息言语 过于耿 我的眼睛 更于耿短 因你的爱来自于你的身 积身 云飞啊 我的好兄弟 知作兄弟是不够的 神啊 倘若一位美 或许和我们做弟兄吧 一起为你打那美好的仗 凭我这样横切不停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那么这个 你这个排版排这个字 挺难认的啊 这个这个很美 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用的比较特殊的设计 所以这个设计师 我换个眼睛也许是好一点 没关系 大概 那现在呢 有些人 弟兄怎么也看了这个问题啊 这个说书在韩国能买到吗 韩国有使者吗 网上有吗 现在没有上网 现在是在香港和台湾有 然后美国有 香港和台湾还有美国的这个使者书房有 那我们大家去Google Google一下的使者书房就可以了 然后看他们怎么邮寄 现在我们在疫情期间 不管买 不光买哪个出版社书 我们都是靠邮寄的啊 都是这个 没有到书店去拿的 一会儿我会给一个连接 那你这个 这个你们这个要买书呢 那就可以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个连接 你们大家可以把它留下来 好不好 我们再接着谈 那王仪的教会 这个秋雨之福在走向公开化的时候 在中国 是算这个四川做的比较大的一个家庭教会 那当然早就成为人家的这个 要要要 把他们铲出的一个对象 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 就是早晚的事 时间多长 那么 现在弟兄怎么都进入到这个 就隐藏式的聚会了 这个真正的成为家庭教会 很多的家庭里边聚会了 那你聚会人多也不行 好像有段很严厉的时候 他们妈妈们 秋雨之福的孩子 妈妈们想在一起到公园里边 碰个面可能都不行 他们都会被跟踪 那王仪更不用说了 王仪的家被跟踪 母父母被监视 王仪他爸在这写了一些 道歉的公开信 那写的就特别有意思 就可以看 这本书里边都记载着 我就不多说了 好像这个小约书 王淑亚 他的儿子 今天十几了 十四 跟那个光光 于光光 然后同岁 那个跟光光 那么这个 他上学都有警察跟着 一个孩子 十四岁的孩子上学都被警察跟着 这个有点过分是吧 那么这个我有一天 我在于杰家吃饭 我说要不要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王苏亚接到美国来 然后呢 我们把他接到美国来 我们可以 这个大家帮他 或者放在你们家 跟光光一起长大 不要让他 这个孩子这么小 爸爸坐牢 天天被警察跟着 在学校里边 他都抬不起头来 对不对 他怎么来面对同学们呢 那这个 后来于杰跟我说 说王仪不愿意 王仪说我们全家 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不会把孩子送到美国去 这个很令人佩服 当然也很难过 想到孩子那么小的时候 我看到你跟他爸爸 和他妈妈经常的通微信 这个会安全吗 那你这些语言是带有 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语言 但是有很多的 很大的安慰性 会安全吗 你可以谈谈这个 我想的话 我只是问早上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 然后因为有些稿子在网上 王仪的父亲他有 所以我看见了以后呢 我会要求一个 就是他授权我使用在这本书 因为这个网上大家都找不着了 而我找到了的话呢 已经是比如说十多年以前的 所以我这个时候呢 就跟他的父亲联系 请他授权 他说的支持你 所以这本书收集了他好几篇文章 最主要的是他写的那个道歉信 我觉得对于王仪是把这个他父亲的这个道歉信 作为他后来这个2008年要全职服侍主的一个证 就是好像上帝给他了一个名证 就是他父亲写的这封信 他父亲写的非常好 所以他们 我非常感恩的就是他们因为那封信 父子俩的关系 从以前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那种父亲和儿子 就是非常严肃的慢慢融化了 然后可以沟通了 他们后来有了十年的非常美好的父子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可以给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弟兄啊 姐妹啊 一些盼望 就是来得及 虽然是王仪的父亲今年82岁吧 但是呢 就说他在十年前写的这封信 对王仪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把他收入到这一本书里边 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对非常好 这个很好的 每一本文章啊 我都会征求当事人的这个授权 因为很多文章我看见过 我会一一的找到他们 因为这个要尊重他们 比如说有的人 我可能会用笔名 因为他不愿意 不愿意暴露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更多的人呢 他们好像非常坦然的接受 说的没有问题 你就用我的原名 所以说大部分都是用的原名 对 非常好 这本书呢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好 那介绍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购买这本书 这本书是在台湾印刷的啊 这个印的也非常棒 这个书 因为这本书里边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看一看啊 你有这本书的 更其他介绍没有了啊 这个他有很多的 请这个基础同工放一下 因为这里边我画了很多 秋雨之福的人 对对对 当时主要是为了避邪 因为在思念他们的时候 就会画很多的这个 关于他们的话 因为画这些画呢 就当时就觉得不能用照片 所以想念他们的时候就画画 可以放一下这个王仪 林璐日记画王仪 我画的王仪 不一定像啊 但是是表达着 因为你的画本来就是 有点印象派的 对吧 是表达这种感情 就是关怀和支持 好 我们看这是王仪 我看挺像的啊 这个这个神似生于形似嘛 对吧 谢谢 这我认出来了 这是王仪没问题 画名王仪 秋雨卖力 回忆成都秋雨之福插画 王仪曾说 如果进去了 当时去非洲宣教 十多年前 他们还没有预备好 他们被拣选 是为了现今的机会 没有什么能让神惊讶 一切都在主的手里 出于他至高的旨意 亚伯拉罕 献以撒维记的摩利亚高山 引来恐惯 引来恐惧与战力 小大卫 面对哥利亚 从地上 看天上的事情 必然摸不着头脑 会误判 会怀疑别人的动机 拣选是一个奥秘 肉体承受不了 那是战争 是战场 需要全副武装 外边的人正蹲在看不见的监狱 监狱里的人享受着外边的人看不见的自由 王仪成为一本行动的书 好 画得很好 我觉得画得不错 谢谢啊 我画了王仪 画了蒋荣 画了小舒雅 小舒雅那一幅画很特别 就是因为看到微信上边 她去理发 因为父母都在里边嘛 所以她的这个头发长了 需要理发了 那跟着六个人去了那个理发店 所以看到这个小舒雅的照片 我就画了这幅画 也请那个技术同工 把这幅小舒雅这幅画呢 给大家放一下 好 就是背景的固执 小舒雅就是王仪的儿子 弟兄姐妹可能有的不太知道 这个14岁的 这个孩子 画名小舒雅 秋雨卖力 回忆成都秋雨之符插画 2019年的一天 小舒雅终于到外边和小朋友玩了 但有特别的保镖跟随着 小舒雅 小舒雅头发长了 六个保镖跟随舒雅到了理发店 监狱 延伸到了孩子的身上 爸爸和妈妈都到了墙里 小舒雅和奶奶住在一起 王仪信主前是坚决不要孩子的人 他是顽固的丁克一族 他曾经回忆说 2006年父亲节前夕 那一周我准备父亲节的奖章 我没做过父亲 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不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 因为我在地上没看过父的典范 我也不知怎样做孩子 因为我在地上也没有看过子的典范 当我预备到某一部分时 圣灵的大能改变了我 周六晚上十点 我转过头来 心血澎湃地对妻子蒋荣说 我已没有拦阻了 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吗 我妻子就流泪了 所以如果王仪不信主 就不会有小舒雅 好 大家看到了刚才林璐姐妹 画的几部画 就非常的有人情味的 这个大家看着就挺心酸的 那现在小舒雅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她可以正常的上学是吧 应该你刚才说的 就是她现在的情况 我想的话 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边长大的 也许比我们还要强壮呢 所以这个神是在那种环境里边带着她的 所以我是相信神有特别的这个扶持和恩典 恩典是够用的 所以我们还是还担心这个孩子 因为你想啊 这个有的时候想想到她谈到她的时候会想到 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话 她的心理上这种伤害是很大的 这个需要一个极大的爱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小舒雅是在教会长大的 那么这个也信主 又有一位特别爱她的师母这样的母亲 蒋荣师母这样母亲 还有爷爷奶的爱 还有弟兄姊妹的祷告 但是我们也为这孩子担心 我们这个希望大家更多的为王仪牧师 在监狱里边为他祷告 为师母和孩子祷告 好那这个林璐这本书 这本书 你觉得现在在购买的时候 除了在使者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在网上有购买 我们很多的朋友在问怎么来购买这本书 又在问这个问题 这本书呢 在使者住房有卖 所以使者住房呢 已经从上架很久了 因为确实是没有推广宣传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的话 今天这个张牧师这样的访谈 也是一个帮助推广 所以特别感恩 我就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是我边写边采访的时候 我本人得到疗愈 就是当回忆的时候 就是以前没有回忆的时候 以前也不觉得该回忆 因为我们觉得还早着呢 但是呢 因为这个特殊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王仪在里边 蒋荣也是被监控 所以我的心就是一直被紧紧的抓着 如果我不写这本书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放开 然后在写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就是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会惧怕 为什么很久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逃逸的这种倾向 所以也是一个理解自己 找到自己的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这种状况 同时呢 也更多的去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 所以这本书应该是疗愈的线索非常强 就是边采访他们边我的疗愈 所以是这本 因为我是最主要的是做这个艺术辅导和文字 讲故事这样的一个辅导的 所以我会通过这种方式呢 也对自己的很多需要得到疗愈的地方 来把它展现出来 也奉献给读者 感谢主 所以包括有一个小姐妹是你们教会的 她读了这本书 她说的 哎呀我以前 我现在才发现就像你说的 我们的回忆有时候会有欺骗性的 比如说小的时候 她只记住她爸爸 对她很严厉那种就是不好的这个地方 结果现在 看了我的书以后 她就把她爸爸的其他的方面就重新的找回来 然后她看到这个我们的有些姐妹 在这本书里边丈夫去世 然后她也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现在的亲人 所以这本书呢 她会在很多方面带动我们怎么样的关爱 我们的亲人 还有弟兄姐妹也关爱我们自己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实际上是很疏忽的 是的 好那我们看看留言啊 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留言 我们有人夸奖说你的声音很好听 谢谢 我是从中学开始 就在中学的这个播音室负责播音 然后后来在成都商业广播电台也专门是做主持节目 后来呢也是在这个洛杉矶也是远东也做主持节目 所以以前都是在幕后了 不像今天要露面 也是谢谢张牧师 以前都是在幕后 先说这个留言问你的 还有说林璐是师母吗 你要不要记住一下你现在的丈夫 这个我的先生呢 他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奉献给神 他是一个牧师 但是神在他当牧师了很多年以后就呼召他去做咨询师 因为发现心理咨询师 但是是基督徒咨询师 所以按照圣经的这种方式来去带领人从这个黑暗走向光明 所以是和那个世界上边的咨询师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是一对一的这种牧师 就是他在每一个人做咨询了之后都变成了门徒培训 所以很多人呢他因为出问题 不管是情感上问题生命当中各种问题 很多是美国的已经是信主的 但是与起初的爱就是与上帝关系出了问题 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解决 所以当我的先生大卫在咨询他们的时候 都会慢慢的把他们带回神和神的关系中间 所以他应该是也算一个牧师 但是不是另外的像张牧师这样的牧师 那一样的一样的 我刚才跟他打招了 他叫David 那这个他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专门做基督教的 用上帝的话语 圣经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忧虑中的人 得忧郁症的很多 那我的太太师母呢 原来是一个生化博士 就因为认识了David 就他老股东他就读神学院 然后就一读出去好几年读神学院 然后读的就是心理学 在达拉斯神学院 现在也做了 也是未来的心理咨询师吧 现在在实习阶段 每一天五六个病人谈 根本就没时间管我 我现在也特别希望心理软病 让他管管我 那这里边还有留言的 说这个 我看说 这留言很有意思啊 说这个 说舒亚的小名叫大头是吗 他们还真的挺了解舒亚的 我都不知道 小舒亚的小名叫大头 神祝福爱他的儿女 那这个是留言说 王仪牧师是上帝忠心的仆人 神必纪念他 愿主眷顾保守他的家人 这个留言说 小舒亚的话和解读令我心疼 希望他的受伤能借出美丽 容神一人的疤痕 这个说 这个留言都很感动的啊 我们常为王仪等在狱中的神的仆人们祷告 求神保守他们的身体 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神还要继续用他们 这个说 回忆是一种疗伤 感谢神 这个说 我们该怎样帮助 想容师母 我们要不要签款给他们 这个 这个说能赶上张牧师的直播 真不容易 对不起啊 因为我这个前一段 我都是到点就播 这个 但是最近就是神医院的课程比较忙 所以呢 就是节目做的少了一点啊 但我是最近呢 会悔改啊 多做一点 让大家正常跟大家聊聊天 大家喜欢林露的声音 以后也常跟林露来过来聊聊 聊聊他的话 林露的话特别好 我们家有 我这书房就有 我给你拿来 大家看看 去画我里尝尝呢 我们一会儿 记得技术同工放一下 大家看看 这是林露的话 看见了没有 林露送给我 送给师母的 不是送给我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送给你和师母 没有的一起的 没有 师母是想要另外一幅画 另外一幅画是我要想找一个终生伴侣的话 叫同路人 他让这个教会的那个秘书来问我 让林露把那幅画送给我 我说那是那不行 那个是我的祷告 是我要找一个同路人 所以我就以这幅画送给牧师和师母 能不能 我们也为你祷告 我们要为你祷告 使你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呆尾 对吧 确实是上帝的安排 那个是另外一段故事 还有一段爱情的故事 那这个是的 我觉得林露在写日本书也是个疗伤的过程 尤其写到你父亲 我读到你父亲被打死的时候 那段我也心里很难过 那时候你才五岁 对 然后你就满地跑喊爸爸爸爸找爸爸 你看今天大家看啊 林露姐妹五岁就没了父亲 她的父亲文革中被造反派给打死了 然后还定在罪 还说她是什么什么 林露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你的父亲的情况 好啊 我能不能请这个基础同工放这个短片 是Sophie姐妹制作的一个短片 叫林露的文笔和画笔 第一就可以知道我们家的身世 好的 好的 非常好 说你的话有毕加索的味道 风格 感谢主 她的文笔像舒缓流淌的水 其间不停地跳跃着灵动 她的画作笔法简单稚气 像是出自于一位天真的小姑娘之手 她的色彩 她的色彩却凝重粗犷 内心其实已中年 确实他在三十八岁时突然开始画画 没有功底没有技巧 他自己说当我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对神的敬拜赞美时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像孩子般的画画 我从她的画里听到她唱给神听的歌 当她唱这首她自己也听不懂的灵歌时 她形容说是深渊因天上的吸引而冲上 掀开了大石头 心中之歌流淌不尽 很深很重很长的歌奔向一个永恒的对象 常哭有泪全部清除 倾听这一切的对我有极深的爱 对着最爱的哭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有限制只有尽兴 作家林璐用文字记下自己在信仰上的路程 画家林璐用绘画及日记讲故事 他说 我的太老爷1904年毕业于东北神学院 当了40年的牧师 家族很早就与神相遇 我五岁时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50年后 我画爸爸 画笔间是我对爸爸的抚摸 呼唤和心痛 爸爸去世后 母亲不再笑了 她常常坐在床头 长时间地望着窗外 2002年1月 妈妈的手在我手中握着 平安离世 我的心中长出了一棵思念的大树 蔚蓝的天空中 有慈爱的声音 对我说 我比你更爱你的妈妈 1995年 林露的婚姻突然破裂 五年留下的创伤 加上心伤 让她破碎 她回避伤口 选择忘记 她将往事打成包 放在了红皮箱里 她离开人群 封闭自己 这是第一部分 也可以接着把第二部分接着放 如果大家愿意看的话 好好好 再接着放 这个 这个话 信实的神 引引她的仆人 祝福她仆人的后代 神在林露身心破碎 绝望的时候 向她伸出了大能的手 张晓青 郭敬贤阿姨 菲律宾装饰姐妹 陈老师 相继出现 带领她 扶持她 来到神前 你看她灵魂得救时 那发自心底的雀跃 那春天般温暖的围绕 如何跃于纸上 在上帝的奇妙大画作里 林露的生命和作品 开始融入王仪 蒋荣的生命 开始见证 秋雨之福教会的诞生 成长 在她信主16年后 她的书 母爱的星空雨 打动了蒋荣 王仪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心 她顺此开始带领他们查经 让他们从此踏上命定 2005年4月 他们查考约翰福音中 水变酒的神迹时 林露画了水缸 画了天上四射的光芒 和数不清的在赞美的手 象征一群从黑暗进入光中的 孩子们的生命翻转 当蒋荣接受洗礼时 她作画记录 画中左边是一棵枯干的树 象征旧生命 十字架的右边 是一棵嫩绿的树 象征蒋荣新的生命 她一画也写下王仪蒋荣 这对从幼稚园开始就看着对方慢慢长大的文艺青年 如何成长为一对用心血去爱教会 爱人的神的仆人 2018年成都秋雨之福教案发生后 王仪入狱 蒋荣被监视居住 教会被取缔 林露心痛万分 愤然用笔来向世人揭示真相 用画来思念受逼迫的亲人们 她用这幅海啸漩涡来表达坚定的信心 蒙水泛滥之时 约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她站在大海边 思念 祷告 等待 好 非常好 说被范姐妹她制作的 她采访我 然后制作的 感谢她 做得非常好 这个我觉得你看了这个 你们可能对林露有更多的了解了 这个因为 我们看到她的画 这个画如人生 她的主题都是神 人 这个人和神的关系 这个虽然通过有些自然 但是画得非常好 我也很喜欢她画的色彩 这个也参观过她的画展 大家出了 我觉得出了买这本书呢 另外一本书 那个是星空的雨 是吧 林露 林露星空雨 那个好 那个也好 那个识者有卖的吗 没有 那到哪里可以买 脱销了 脱销了 但是我马上有一本书 叫红皮香 会出版 那个里面有很多 这个 我看到大家看完这个 还是 这个 有很多的反应 我看 这个 这个说 谢谢张牧师 柏林牧师 常给我们带来 激动人心的节目 这个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神都安慰我们 使我们能用 他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 在各种患难中的人 希望张牧师 多邀请林露 来节目里 很受 很有受益 感谢神 这个说 好有才 才女 这个说 这个 很感动 这个节目很感动 那我们 因为时间那么低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就差不多到这里 我们就像刚才 我们有一位 这个 我们的 观众说 以后 欢迎林露 常上我的节目 常来我们的节目 来谈一谈 我们这个 也可以谈一些艺术 前几天 我跟于杰说 要来谈谈 这个 王仪 因为林露 要来谈 林露 王仪 那个 于杰说 我写的比较好 我说的不好 Zoom 这个 有时现代化的东西 也不见得会用 我们这个 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 姓渝的人都不太愿意用这些东西 我那个 我们那个老师 渝英时 根本连这个 连那个网络家里都没有 不会上网 我今天也是现学的 你学的不错 你学的不错 你看我也是 这个 这个 半调的 我搞这个网络也半调 大家看我的节目就是 反正就是原汤原味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修饰 但是很好 很真实 感谢神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我们已经一个小时 39分钟了 要不要唱一首歌啊 牧师 那你来 来唱一首 因为今年小舒雅 14岁生日的时候 我给他唱了一首歌 叫 耶稣给你平安 也许这首歌 很多人知道 我们请同工放一下 然后我们跟着 耶稣给你平安 是吧 就是那个 世界有苦难 是吧 那个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吧 我们 我们这个网上的弟兄姊妹 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唱 你没有信主的 你也来听听我们 基督徒 不光我们在逼迫中啊 在患难中啊 的平安 从神来的平安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学唱这首歌 好不好 我们请基督的同工 来替我们放这首诗歌 我们现在 就马上听完这首歌 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下次找机会 我们再跟李璐姐妹来谈 谈她的画作 谈她的新的创作都可以 好不好 我们请 Face姐妹 这世界 永远永远永留不断 耶稣 耶稣 给你平安 耶稣 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远远永留不断 哦 耶稣 耶稣 给你平安 这世界 这世界 遜永远永远永远不断 耶稣 耶稣 给你平安 耶稣 给你真正平安 哦 谢谢林璐 这个歌唱得很美 谢谢牧师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观众朋友 下次再见 下次再邀请 哦 谢谢 这个谢谢我们大家都 谢谢林璐姐妹啊 她这个不但书写得好 画画得好 歌也唱得好啊 这个怎么可以 张地都把这么多才华 给她一个人啊 啊 我们啊 张茉莉谈天说地 欢迎大家来订阅 点赞甚至啊 这个推广啊 找朋友们介绍 那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做的有点长 做了一个小时43分钟 呃 我们平时我们一个节目 都是做40分钟 45分钟就OK了 但是今天内容比较多啊 我们找机会再跟林璐姐妹 谈愿神祝福大家啊 啊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啊 啊 林璐再见啊 别忘了上网去买书 哎 对你还没有放那个那个使者 那个买书的方式啊 那个 能不能请这个同工放一下 我们请同工们放一下 那个使者的那个书房的 那个 这本书呢 现在在使者 有很多 呃 如果大家 能够去他们的网站呢 就是最大的支持 因为不然的话 呃 这个使者厨房就请我 把这些书都运到我自己的家里了 说的没有人 没有人来买啊 所以这个 这个 也是 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了 你的书就卖光了 就几百本而已 那这个 不用担心 啊 我们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里边的这个订户都非常喜欢读书的 啊 我们都会去购买啊 好吧 这书很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订阅怎么订啊 看他们怎么订订书 嗯 林露 成是中国成都秋雨之福团系 早期的创立者之一 2018年12月9日之后 为要冲破爱的弹幕和关系的疏离 林露 林露以行动陪伴弟兄姊妹开始写作 起源于这次迫害引起的反弹 他的动机是上帝起初的爱 林露开始逐一采访秋雨之福团契初期的成员 回忆个体生命之间的互动 挣扎 忧伤 逼迫和承担 林露是秋雨内部的知情人 他如同一个节目主持人 穿针引线 将许多外人不知晓的线索都串联起来 林露得到的都是清新图一的第一首材料 秋雨之福教会历史之书 三百四十五页一页一页的被翻开了 秋雨之福团契成员一一讲述他们信主和尾身的生命细节 如同历史纪录片展现着秋雨属灵团契的群像 又是一个一个个体的自画像 这是团契成员集体的见证 有时镜头聚焦在王仪 有时聚焦在蒋荣 有时聚焦在不同的弟兄姐妹 也有时聚焦在林露的内心恐惧和挣扎 林露发现并找到自己逃逸公共参与的习惯模式 以及背景原因 前前后后脉络追踪 编织着林露本人的恐惧 在采访过程中被看见和被疗愈的现实 林露的油画 以及七十七章秋雨历史相册 都是原生状态 朴实 朴素 求真是打开秋雨卖力一书的钥匙 全书献给那起初的卖力 那会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 耶稣基督 欢迎您阅读秋雨卖力 邀请您以行动关怀支持被捆锁的弟兄姐妹 请您为人被监控 而没有自由的弟兄姐妹们代导 谢谢您 祝祝祝福您 好 我们看到台湾香港美国都有购买 好 盼望大家来读这本书 这一定是开卷有益 而且你爱不释手放下 收藏价值 这本书还特别收藏价值 好的 林露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一个神祝福 晚安 再见 愿上帝祝福大家 再见